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反正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 再开始思考怎么做 比如说我这边 假设我从这边复制好了 贴过来 这边把它贴过来 贴上之后的话 那 后面加一个删准处 能够被删准处 首先的话 我要怎么去把这个逻辑写出来 一般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说 我会在回圈中间 Enter一下按个TAB键 加一个逻辑 就是if的叙述 if的叙述 前面我们打了蛮多的 if什么 条件 那个条件是 当I就是列 因为 我们现在的这个列 其实跟实际上的那个列 相差1 所以把它减1 在 mode mode就是求于数 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3之后 如果等于0的意思 等于0的话 意思就是整除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 你要去 比如说除以多少 余多少 的时候 它的 在VPA里面叙述就这样子 OK 反正你就套用就可以了 也就以后 你们尽可能的 可以自己收集一些 范本 当你需要用到 哪一个案例的时候 你拿来参考一下就好了 也许你刚开始 没那么熟的话 然后再一个else 然后再一个enter两下 end if 逻辑判断就做完了 所以在VPA里面 逻辑判断 两重的判断 大概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呢 它是能整除 我们多了两个动作 一个是 加上底色 一个是 变换颜色 那最后那个动作 一样 都是输出结果 所以请你把这个 输出结果这一行 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else 然后呢 也把它复制 其实又移动好了 干脆把它移动过 移动到这边 反正 两个都需要 这边也需要 这边也需要 那 或者干脆 把它放在下面 好像就 应该就一个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 应该还可以简化 因为两个都一样 干脆把它放下面就好了 那else 其实可以 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 不需要 就是中篇这个部分 那应该我觉得 这样更简单 就是说 如果它整除 只要做两件事 什么事呢 帮我把底色 变成黄色 然后呢 帮我把什么呢 帮我把 字的颜色 改为红色 两件事情 那这两件事情 要怎么实做出来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你要怎么样去把 刚刚讲的这个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字的底色 你打一个sells 点intero 这边有一个 属性叫intero 的color 点color 再点一下 其实 它就会自己出来了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的习惯是 sells后面这个 刮斧最后再加 为什么呢 因为哦 如果你加了这个 刮斧之后 你点那个intero 它不会出现了 不会提醒嘛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黄色的 记得哦 以后呢 如果要加颜色的话 后面就记得一个函数 叫rgb啦 这个rgb非常好用 以后如果你要什么颜色 你就打一个rgb 那如果黄色的话哦 你就在那个填满色彩 这旁边有个其他色彩 如果是黄色的话哦 你就切到是 先选黄色 再切到制定 它就告诉你rgb什么 255 2550 那红色的话就255 500嘛 所以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刚刚这个地方的rgb 刮糊 后面有三个处置 255 逗点 255 逗点 0 因为最大是255 最小是0 enter 这样就ok了 再来的话呢 底色改了 再来就改什么 改次的颜色 那次的颜色很简单 把intro改成form 这样就可以了 ok form的话 指的就是字的颜色 改为255 0 0 红色嘛 ok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黄色 红色 那也就是说呢 会整除 就设定颜色 再输出 如果呢 不能整除 那就直接跳过 直接输出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这样就简单一些些 好像比我云端上面的 还要更简单一些些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能够被三整除的 有没有发现 这样就ok 输出了 可是输出完之后呢 我需要清除格式嘛 那其实清除格式 可以把这上面这个东西复制下来 那不需要逻辑判断 因为我需要把它全部改回来 那当然改回来 你可以把那个颜色给清掉了 不过颜色清掉变灰色的 感觉怪怪的 所以呢 我这边做了几件事 就是第一个 底色改为什么 底色改为白色 那白色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 白色的话呢 应该可以理解吧 255 255 都最大 就是白色 那 字的颜色 黑色 都是零 这就黑色 ok 所以 黄色 红色 白色 黑色 那清除格式 实际上不是清除任何东西 只是把 底色全部变白色 是全部变黑色 试一下 清除格式 ok 有没有发现 又恢复了 靠用 清除 好 那 这个部分完成之后的话 请各位再思考一下 如果对角线呢 假设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对角线 对角线 就是给那个 黄色 跟红色的 黄色的底色 跟红色的字 那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要对角线的话 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逻辑性呢 你会发现 i等于j i等于j 刚刚好 i等于j 对不对 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 对 刚好相加 是不是都等于10 对不对 而且 这个逻辑 刚刚是一个逻辑 是能整除 那这个是有两个逻辑 而这两个逻辑 他的逻辑应该是怎么样 其中一个出现 就要去修改颜色吧 对不对 所以之前有同学就改写了 那应该是有偶尔或and 对不对 那应该是哪一个呢 是应该是偶尔吧 不可能是and and的话 只有一个地方会上色 就55 因为55 才会相等 相加又等于10 两个条件 那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呢 我这边有写好的 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云端这边 多个对角线 这个对角线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当然你也可以怎么 直接拿这个来改 可以了 干脆 干脆拿这个来改 会比较OK 然后比如说我这边 需要对角线 复制一下 贴到下面 那这边改一下 对角线好了 假设我今天是要对角线这个效果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逻辑的部分改一下 逻辑的部分的话 就是什么 I等于 所以会有两个逻辑 那输入的时候 是在I等于J 第一个条件 或者是 OR I 记得要减1 因为是减1之后 减1之后的结果 再加上那个 J减1之后的结果 它们相加怎么样 等于10 相加 两个相加等于10 这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那记得哦 这个是一个逻辑 或这个逻辑 当然如果你看到第三个 你这样 再一直下去 OK了 然后你做什么呢 就是填颜色 然后呢 就 才去做填颜色 反之呢 就是正常输出 OK那试一下好了 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程式写完之后呢 就可以来walk 执行一下 然后把它试一下 对角线 两个逻辑 有没有 叉叉 OK 所以基本上 这些很多都相通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主要是 这个 MOD 底色 颜色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然后对角线的话 就是两个逻辑 所以以后呢 你有两个以上的逻辑 你要先区分它是 and或偶 然后呢 再来 去修改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变化出来的 一个大型式算表 以后你要针对 某一些条件 出生着里面的什么条件 去做什么事情 其实动作都是差不多的 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试试看 蛟 蛟 蛏 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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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谢谢观看